哈囉 大家好 我是岩爸 LIS 大科學計畫第二季 需要你的支持 每月小孩捐款 接力翻轉不科學的科學教育 那我們就開始看影片囉 那說說看你有什麼特長嗎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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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特長 也沒有很長嘛 拜託了啊 給我這份工作 最近旱災連連我家越來越窮 我只好進城裡討生活 我家上有老人 下有七小 拜託了 給我這份工作吧 好啦 這年頭也不容易嘛 那你就先進來 然後從地上好好幹起 好 謝謝 為什麼要趕我走 兒子 對不起啊 因為那個多年的旱災 還有一個居高不下的稅金 我們家真的要不起你了 你快去城裡某個工作去吧 都是拉瓦傑跟那些稅務官的錯 害我不能繼續啃老 哦不對 是害我家破人亡 找到機會 我一定殺你 拉瓦傑 你在幹什麼 我進來啊 啊 是 是 我來了 各位 為了新時代的煉金術 為了科學的發展 為了人類文明的進步 我有一件事想要各位一起共襄盛舉 大家應該都看過我寫的信了吧 有 那不知道各位意下如何 我非常的贊同啊 物質命名的混亂局面 在這幾世紀以來都是科學界的大問題 沒錯 要創造新時代的煉金術 這個問題是該好好解決一下 好 很好 好 那阿民啊 你等一下就把我們討論內容記錄下來 抱歉 大人 就是剛剛項目有點多 不太知道要 對齁 你才剛接手這邊工作而已 好 沒關係啊 等一下我們現場舉個例子 你應該就知道了 對對對 我最近剛好就遇到一個事情 我上次在跟外國學者 討論乙酸酮的實驗 結果他一直跟我說了什麼 唯納式的水晶 對啦 搞半天才發現這個 唯納式的水晶 就是指乙酸酮啊 對 對 我也有類似的經驗 像是我之前跟人家討論的時候 他一直跟我說什麼 火星上的翻紅花 結果指的竟然是鐵鏽 不是 鐵鏽跟翻紅花 翻紅花是植物啊 鐵鏽又不是 這樣命名不就是 根本要讓人家搞混的嗎 對啊 對啊 就像有些人說寶可夢 有些人說神奇寶貝 還有人說口袋怪獸 應該要把這些命名 全部都統一才對 原來如此 我懂了 所以是統一物質命名的問題 那既然拉瓦傑先生 邀請我們到這邊 肯定是有什麼想法了吧 是 我收集了大家寄給我的 這些研究資料之後 我就找到了一些靈感 你看 我發現呢 大部分的物質它的成分 都是由元素所組成的 比如說水 就是由氫跟氧組成的 從組成的成分下手啊 噢 拉瓦傑想到 只要先統一大家對元素的名稱 接著再以元素的名稱為基礎 為化合物命名的話 就能讓當時混亂的化學命名方式 變得有秩序 於是拉瓦傑決定 以元素的特性為當時的元素命名 像是有一種氣體和非金屬結合後 溶於水中就會呈現酸性 所以它就把這種氣體命名為Oxygen 意思就是酸的生成者 對應到中文就是氧基啦 於是拉瓦傑用這個方法 命名了當時已知的55種元素 接著運用這些元素的名稱 定下了化合物的命名新規則 那就是化合物的名稱 必須要能看出是以什麼元素組成 像是我們現在說的氧化鐵 這個命名就能看出 這個物質裡面是由氧和鐵所組成 最後拉瓦傑與其他三位科學家 一起將命名規則 寫進化學命名法後出版成冊 為後世定下了化學命名的基礎 沒想到暗殺的過程居然這麼一波三折 阿銘拿刀做什麼 沒有沒有沒有啦 這個就是我們家鄉屏障齁 就是肩頸痠痛的時候都這樣刮 你看法傑大人齁身體這麼累 就這樣刮痧舒服舒服一下 有來如此啊 對啦就這樣 等一下等一下 你在流血 拉瓦傑 我這次一定毒死你 好險 那個毒粉剛好過期我才沒事 算你幸運拉瓦傑 這次我一定會成功幫你給殺了 我終於願意面對你超出稅金的問題啦 我 好啦我們來看看 怎麼彌補你之前的過錯吧 我的想法是 就算我們現在跟上面說要把稅金調降 他們一定也不會同意 所以我在想 還是我們可以找個 讓農產品產量提升的方法 這樣就能抵消稅金的部分 好像是個好方法耶 好 大人 喝茶 謝謝你啊阿咪 大人 剛剛有聽到你說 研發農產品比較稅金 是什麼意思啊 我 之前在稅務公司辦王室收稅 這個你知道嗎 那段時間 我 收了很多的稅 但後來我去打聽之後才發現 由於近幾年一直發生旱災 然後稅金又不斷地往上加 很多老百姓 已經活不下去了 我們是想說啊 就算把錢都捐給民間 也改變不了這個稅金超額的問題 所以我們想 藉著科學的技術來幫助農業的經濟 如果可以提升人民的收入的話 也許我們就可以抵消這個稅額過高的問題 哈密 我記得管教有跟我說過 你們家也是受到 旱災跟稅金的影響對吧 很抱歉對你造成這樣的傷害 過去 我一直認為 既然我對社會做出了貢獻 那麼我從社會上索取我贏得的報酬 也是理所當然的等價交換 但 經歷了很多事情後才明白 要求別人理解我的貢獻 還跟他人收費的我 才是有問題的 我向你誠摯了道歉 同時 我也想彌補我犯過的錯 原來如此 我懂了 那接下來 要怎麼進行 如果可以讓農作物 不受旱災的影響 那是最好的 所以我們要從 研究動植物的成分開始 希望這些成分 可以讓我們帶來一些突破口 但是自從我上次完成命名法之後 我就發現一個問題 那些被我們命名的物質 大部分都是來自於沒有生命的礦物 那像是 動物啊 植物 這種有生命的東西 他們的主成成分 就幾乎沒什麼人研究過 看來我們接下來有得忙了 不過如果事成之後 不但能改善農業的經濟 還可以完善這個物質的命名 其實是一舉兩得耶 是這樣說沒錯 來 我們喝茶吧 什麼 你還好嗎 沒事 茶涼了 你茶涼了 我會去泡油 為了研究植物的組成 拉瓦姐把植物萃取物 放進密閉實驗裝置中加熱 這就是乾流啦 最後植物的萃取物 在完全密閉的裝置中 竟然變成了水和碳 於是她想到 物質不會憑空出現或消失 而水是由氫和氧所組成 這也代表新產生的氫、氧和碳 原本就存在於植物的成分裡 後來 拉瓦姐又進一步乾流了 各種植物和動物的萃取物 而她觀察到 實驗最後一定會產生氫和碳 這兩種元素 因此她認為 物質的分類 可以分成由氫和碳 這兩種元素組成的 有生命物質 像是動物和植物 以及由其他元素組成的 非生命物質 像是礦物等等 最後 拉瓦姐就把她的結論 寫到了化學基礎論中 而這些生命體所含有的成分 後來被稱作有機物 其他就叫做無機物 週末 亲爱的 你还好吗 天哪 你变成这样 没关系 你不用担心 我跟阿明很快就救你出来的 亲爱的 你还记得 当年我误会你们背叛我 然后对你大发脾气 但你却选择留下来这件事情 你干嘛突然说这些啊 当年如果你没有留下来承受我的无理取闹 而是选择一走了之的话 我对你的误会就永远不会解开 而我也会一辈子就忙从我当时自认为的 等价交换 永远看不清真相 现在那些外面的人民 就像当年的我 他们认为自己被国家背叛了 伤心愤怒着 如果我现在逃走了 他们 也永远看不清真相 所以 我选择留下来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订阅明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